师父 可有谈妥 谈崩了 师父不是上去了 就是我去了才掰了 哎呀 这事啊 我给你们解决 你们弄完了就回去吧 该干啥干啥 别着急啊 孔先生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是对您的不尊重 但我始终觉得 您不应该插手我们林家的事情 本来让老四去谈论 不管行与不行我们都认了 大不了我让我父亲在京城找找关系 可因为您一上去 将事情闹得更加僵硬 若是有日 安可儿真当上皇妃 那我们林家肯定是第一岛 孔先生您无所谓 毕竟您不是我们林家人 但我作为林家人 我必须为了我的家人筹谋 徒弟他三嫂 你是不是担心太早了 先不说安可儿现在还没当上皇妃 就算当上了 他就有权利图满门了 这外面太可笑了吧 再说了他现在还没进宫 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真不懂你们在慌什么呀 乔乔你别生气了 其实仔细想想师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是我们太心急了 你怎么也帮着说话 你可知道 好了乔乔不说了 老四在山上安可儿对你有说什么 他说让林北望修了月明娶她 他做梦 他凭什么让老四修了月明娶她 他算个什么东西 月明啊 你觉得这事该怎么办 刚才师父不是说了吗 他还没进宫 进宫都是未知数 更何况是还没进宫 所以 踢馆 馆人是我徒弟 徒弟你放心啊 有为师在 我保证让他知道什么是颜面草地 那就多谢师父了 三哥 明日帮我约一下颜公子 好 明日我就去请颜公子过来 三嫂 明日还请你帮我装扮一下 化个妆什么的 行 但是月明亦想做啥 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四日一大早 颜公子就来了 这位是我相公 夫家姓林 林公子林娘子 小生姓蒋 单名一个颜字 蒋颜 蒋尚书家的二子 蒋颜 正是 家父正是蒋尚书 只不过 我就是一个闲散之人 只是不知道这位公子是 我就是一个小人物 你不用在意 不过既然颜公子是蒋家人 那这事就更好办了 师父的意思是 秀女楼出来的 第一是选举 随后就是文书送进宫里 而这文书需要蒋尚书批阅 最后将秀女送到蒋府 随后由蒋尚书带着进宫 这就是一个程序 颜公子是蒋家人 这时候出现郡里 想必也是为了带走秀女 是也不是 这位公子倒是对这宫中规矩 了解甚多 没什么了解不了解 不过就是在京城流浪的时候听过 毕竟大公子跟秀女的一段唯美佳话 可是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传说呀 不知道今日换我来 可是有事 田公子是不想让飘飘姑娘进宫队吗 是 她若是梁家女子我自然不会阻拦 可她不过就是一个讨好男人的玩物 这样的人进了宫 扫的也是我们蒋家颜面 大哥跟爹爹将这任务交给我 我不能带着这样一个女子进宫 你看中的是张家小姐 张家小姐是商户之女 却有着不同寻常商户的铜臭 而且目光远大 知识渊博 带着一股江南女子的风情 这样的大家小姐才应当是秀女之选 听起来 颜公子对这张家小姐倒是生着一份爱慕之意呀 怎么 想学你大哥静水楼台 孔浩清听闻言笑 他原本就是开个玩笑 谁知道颜公子脸色肉眼可见的红了 孔浩清一看是被自己说中了呀 公子言中了 我只是觉得张家小姐更适合进宫罢了 哎 但是颜公子有没有想过 万一皇上看上 你可就没有机会了 你大哥幸运 那也是皇上没有看上 这张家小姐若是万一 我 颜公子说不出话 颜公子说了这么多 我们也明白了啊 你一不想飘飘姑娘进宫 二喜欢张家小姐 哎 倒不是颜公子听听我的意见 保证两全其美啊 公子请说 颜公子完全能给张家小姐提清 就蒋家身份 是张家小姐高攀了你们蒋家 颜公子又在害怕什么呀 至于进宫 完全可以让我徒弟代替 颜娘子 秀女参选当日 飘飘姑娘博取同情 用众人扰乱规矩 那就是没有规矩 既然是没有规矩 我可以提款 可是这从未有过案例 我怕 没有案例不代表不行 没有案例是我们师徒没有来俊里 现在不是有了 反正尚书府手里握着文书 只要这文书一日不到宫中 这规矩就能随时改变 不是吗 话是如此 可秀女要的是未婚女子 而且这文书都写好了 若是今日领养子踢馆 那么下一次还会有别人踢馆 这不是全部乱套了 颜公子 你要懂得变通 秀女楼的规矩就是 有本事你就来 对不对啊 却没写什么不能已婚 更没写不能踢馆 要我说呀 就是你们规矩没写清楚 刚好我徒弟踢馆完 你也好把规矩显明吧 这次就当做是买个教训 就这样说定了 下午我们就去踢馆 到时候颜公子只要一言不发 就是剩下的事情 交给我们 秀女楼 大姐 小妹 你怎么来了 你要让我来看看大姐 所以我就来了 原来是飘飘姑娘的妹妹 不知姑娘你怎么称呼啊 一个自以为是的公子 贴着脸追问道 洛洛 原来是洛洛姑娘 这边请 这边有茶碟 洛洛 飘飘 这不是明买着跟她作对 妹妹来此 不知道四哥知不知道啊 安可儿故意加重四哥二字 说的是林美望 她不敢说安月明已婚的身份 安可儿很聪明 她知道 她若是说了 安月明也会揭穿了她的身份 大姐觉得四哥会不知道我来猫 而且我还是四哥亲自送来的 这首诗是大姐写下的吧 飘飘姑娘这首梅花做的绝美 洛洛姑娘是飘飘姑娘的妹妹 不知能否出一首 如同这首诗一样绝美的诗词出来 大姐做的 那就当是大姐做的吧 安月明这话说得漫不经心 周围听的人 却听出了苗头 洛洛姑娘刚才话中是什么意思 是说这诗并非飘飘姑娘创作 安月明看向那人 只是一般来说 就算是有疑问 也不会这般大胆地指出 这人倒是跟她完美配合 安月明不知道的是 这人就是严公子安排的 虽说踢管什么 怪了规矩荒唐 可比起一个不前点的女人进宫 严公子更要保护他们家 蒋家的名誉 就买通了几个人混在人群中 给安月明配合 没什么不重要 怎么不重要啊 若这诗不是飘飘姑娘所做 那么这一届的才女 也不可能是的 还请洛洛姑娘将话说清楚 对啊对啊 这诗若是抄袭 这才女一词 可不能落在抄袭者身上 我就说这飘飘姑娘 平日不检点 肯定做不出这样的好诗 你们偏不信 这些好了吧 被揭穿了 谁想到这东西还有抄袭呢 这也太可恶了 亏得我们还追捧这么久 这一对比 还是蒸家小姐学识援博呀 够了 都给我闭嘴 这一对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